因为TVOS的封闭,有些APP是只能以TestFly的形式存在 但受限于名额又有限,热门的APP往往很难有机会再加入 之前我分享过使用设计来自动加入包括圈叉的自动监控空位 但设计真心太贵,一般人不实用 今天就把圈叉的自动加入这个坑给填上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打开圈杀,勾选MITM 第一次用的朋友需要深层证书和配置证书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这个过程了 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之前的教程关于这里的描述 再打开重写,点击规则资源,这里需要引用box.js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资源路径填入这个远程地址 随便起个名字,不用管它,也可以,无所谓 再去把圈叉启动 打开Safari,进入box.js的网站 这里点击订阅,输入这个订阅地址 再去应用这里找到它 有个TF自动加入 这里的ID把你要加入的TF地址 join后面的字段填入就可以了 如果有多个,可以用英文逗号区隔 好的,我们再返回到全X,点击小风车 拉到最下面配置文件,点击编辑 再次往下拉到testlocal这里,粘贴这些 这里请注意,一定要在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进入 好,再去到小风车旁边的请求列表 检查一下,如果没有启动的话,点击图标,开启任务 要自动加入testfly 还需要获得APP的信息 完成上面的这些操作以后 打开你的testfly app 这时候就可以收到提醒 这样box.js这里就能有该APP的所有信息了 至此只要该APP有空位出来,就会自动的加入 我日常都是使用iPad来密行圈叉自动加入 这样就不会造成手机额外的电量负担 另外说一下,圈叉内你需要准备好线路信息才能正常运行 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有了它,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会错过热门的TF应用 这些工作都交给圈叉在后台自动帮你搞定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记得一定要给个一键三连 我是小宝,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